恭喜發財 世榮賽馬發財 恭喜大家發財 大家好,歡迎收看這個看馬世界 又是我世榮和大家主持這個看馬世界節目 在這個環節我會和大家在一些新馬上 看看他們的身形、腳法甚至血統 希望可以在初出時避免到熱門陷阱或者冷門 不妨介紹給大家試試 在看馬之前希望未訂閱這個頻道的朋友 要怎樣? 右手邊有顆四星龍珠 按下去就可以訂閱我世榮香港人賽馬頻道 事不宜遲,立即帶大家看看今次介紹哪一匹 3T上次的頭關第五場 跑十一場大家要記得 神州時代紅黑鑑條山這匹 用堅仔賽馬APP方面可以看到 我們看回這個試集 見到它可以過到這匹一出即勝的楚霸王 其實絕對不簡單 你看試集 它一開始放在來蘭 起碼都不怕食沙 雖然今次是跑草地 當然不會有泥頭彈起 但至少它不會衛群 在馬嵌之中 都起碼跟到走 入到直路 六三那匹是楚霸王 神州時代 就繞在它外面 結果田太安比一下 這隻馬很大步 翻步也很洶湧 腳法雖然沒有我上次介紹 這隻必詳性那麼漂亮 不過比下去叫有反應 當然裏面那匹楚霸王都不是線類 輕輕一比又會再加速 不過田太安再比一隻神州時代 結果在終點前都可以押過它 這些馬可以一出即勝的楚霸王 在最近的試集 一點都不簡單 碰槍 其實可能是有些熱門的 譬如12馬這些 不過它都未贏過 如果熱門我覺得有點不值 不如你試試一些搗亂大局 黃浩南那些紅王是有實力的 但你覺得黃浩南未必穩陣的 不如試試這些馬 初出有機會可以推翻大局也不定 好了今次節目時間又差不多了 稍後會有篩選萬能俠 1Q博士 很精彩的節目 今晚還有隔夜飛錢財經 大家最喜歡看的 然後夜晚也有這個 不明天也有我LIVE 跟大家用堅仔賽馬APP的大手聲碟 跟大家做節目 所以千萬不要走開 我們晚一點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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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